在国外赛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像是一种文化 在日本竞马场更是工商经济繁荣的指标 外传行政院即将通过境外赛马的项目 由政府跟民间协调 开放境外赛马的可能性 2018年7月25号 中华民国运动采券经销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何玉琦 在台中市向新闻媒体表示 这一次的四足赛带动了台湾运彩70亿的商机 他希望政府单位尽快核准境外赛马 成为运彩发行的标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境外赛马这个转播 在司法性无语的情况之下 体育署能审慎来考虑让核准它来发行 创造加倍的体育基金 让我们的家长能更放心 让小朋友来投入我们的体育发展 创造更多的台湾之光 何玉琦理事长说 全世界有69个国家开放赛马 所有的赛马机构 对马匹的照顾跟管理 几乎是24小时贴心服务 无为不至 绝对没有动保团体指称虐待动物的问题 对于境外赛马的开放 他已经努力了十几年 希望台湾要跟上世界潮流 也能够繁荣工商经济 工会常务理事歇宝国也说 动保团体的说法 情理法都讲不通 所以我们也没有实际在经营 这个赛马比赛 引进马匹来做这个活动 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反对赞成 那国外已经行之有年 所以请动保团体们 大家尽可以放心 没有抵触到我们动保保的部分 何理事长并且指出 台湾开放境外赛马 不仅没有把赛马的实际场地 引进台湾 而且有时间限制 希望尽快开放境外赛马 以照顾他们这些弱势的采券商 增加运动采券的营业额 还可以促进台湾的体育发展 培养优秀的运动选手 我们每投注一百块的运采 有十块是贡献在我们的体育基金里面 而体育基金的发展用途 它确实像我们的亚洲运动会 澳洲运动奥运 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些出国的旅费 以及所谓的它的这个奖金 都来自于此 其各国民中小学 这个所谓的要出国竞技交流比赛 其实也透过这个体育发展基金 目前台湾的境外赛马项目 体育署已经在审慎的评估当中 彩券工会希望政府单位要协调各方意见 尽快让境外赛马开始起跑 和理事长也说 好事多磨 彩券经销商已经等了十多年 只希望能够等到开花结果 尽快让境外赛马合法化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 那我们这次试图赛马